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量子电脑差第一 太空竞争差第一 那种米我们有没有争过第一呢?中国 首先中国人主要粮食就是吃米 当然要看南方北方 但基本上说米就会认为是亚洲 甚至乎中国大陆主要的粮食来源 大家很重视米的收成是怎样的 于是说到那个《零法篇定》都是非常讲农力的 就是说整个《零法篇定》是要了解到整年的节气变化 从而令到农民耕作可以有一个更加稳定的依据 就不会遲了播种 早了收割 于是就有更加好的收成 大家封衣足食 所以看到这个对于米的耕种 研究的重视 其实东方来说就看到很大的重视在这里了 但是我们去找那个时候的证据是不是说 我们在哪里找到种米的遗迹就可以决定了呢? 其实这么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 就是关于一些人类历史文明的故事 其实如果说米的耕种最早 不是只有米的 说一些是透过吃穀物的种子 来去取得这个食物能量的这个过程 这个农业耕作的过程 是应该追溯到 就是你说埃及其实就更加重的 就是大家知道埃及文明 其实应该比这个中原的和河流的文明更加重的 当然你可以说会不会在和河流的以外 在这个中原地带有其他文明更多 但是没有被发现呢? 有了一些不奇怪的 你说三星堆的那些可能也是更加重的事情 中华文明五千年 但是埃及随手再说八千年 如果你甚至说两河流域 美索弗达米的 就是巴比伦那一大地方 甚至乎是考古那里找到他们耕作的那个遗迹 是在说有一万年的 这个就是由他们的粮食的储备 由他们的储备粮食之余的碳十四的估计 是看到他们去堆積 累積这些这样的谷物粮食 是有上蔓延历史的那样 就是这个考古结合了科学 就给了我们一个这样的答案 于是乎我们看到就是说 那个农作物的耕种就由这个两河流域开始 就沿着那个位置 向着两边蔓延 那就落到埃及那边又有 另外呢 路向东方去到行河 印度文明那里又有 甚至乎有机会令它进了中原去到 就是过了喜马拉雅山麦 然后就去了中国的 就是古中国的地方都有这样 那我们就合理地理解到整个 就是国民耕作的那个演变是怎样的 那就是由那个考古为止 而是其中一个手段去决定 谁有更加早的道米物名 那这个就是一个传统的方法 嗯 那最近那些譬如说 我们研DNA那些有没有帮助 DNA的考古那些 对于那个道米DNA的考古 其实又有一段故事讲的 那这个就还没讲到 我们今个星期的最新报道 那但是呢 其实你说 有没有一个另外客观的 基因层面的方法 去证实这个道米是哪里起源的呢 那其实呢 在那个基因分析 有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就是说呢 看看那里的物种的多样性 有多高 就是比如说很简单 那种辣椒的地方 哪里的辣椒族品种最多 品种最多的地方呢 多数就是发源地来的 那比如呢 有一个很有趣的图表 就是如果大家去尝试在网上 找一下辣椒的品种的数量去起源呢 你会发觉品种越多 就是说它的基因种类变化越多了 世界上辣椒品种最多的地方呢 是在南美洲 第二多呢 台长你猜一下在哪里 一定是喜欢吃辣的地方 是吧 那你想想一下 历史原甲 由那个 就是 河尔美洲的辣椒 会带到来今天我们的餐桌上面 中间经历过什么地方呢 哥伦布大交换 是不是 有航海者将南美的一些物种 就经过他们的航路 带来我们这里 辣椒是其中一个 另外你如果再计的 马铃薯啊 跟着还有番茄啊 番薯啊 这些也是这样的东西来的 那如果你数辣椒的品种呢 南美洲最多 第二多是印度 印度有一个比较长的 去把那个辣椒去转移去耕种 因为印度的辣椒也都品种多 但是其实不及得南美洲多 然后才再到世界其他的地方 那所以你只是数回那个品种多样性 你就可以追溯回 品种越多就越来越来越来 再讲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武漢肺炎病毒的变种 就是那个变种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就是数得几个alpha beta delta 加上那些东西 但是其实中间还偏列了很多其他变种 其实你也可以追溯回 哪个变种从哪里变出来 你从那个演化树里 都可以推进回就是说 原生的变种在哪里来的 就是这样 就是不只是说最后哪里的变种 是比较多一点的 就是你看它原本的最完美的种 是从基因里找得出来的 那现在的稻米也是 你找到那个稻米的变种 最多的地方 你一直追溯回去 原来都是在一些中东地方 那里 我们就吃来吃去的那些这样的丝联米 其实我们吃的米种不是太多的 香港人吃得最多的米种 台长你都知道是哪里的米种 以前就有什么 原浪施苗的吃泰国米 香港人吃得最多是泰国米 所以要多谢泰国 那当然 中国米占了份额 但是现在占不够一成 泰国米是说的是七成以上的 大部分是吃这些 如果你去印度餐厅吃的那些印度米 越南米 你会看到米身不同的 我很记得吃一些 那些印度米 不知道为什么 吃下去好像棉花一阵风的 比较长一些 幼一些 但是就很不实正的 米粒 会这样的 它是煮到这样 但是米种本身是这样的 不知道 接着你再数去 就是去到吃土耳其餐厅 那些米又会有些不同的 其实大家那个米种 那个品种是有些分别的 然后就是说 你现在说中国大老猪吃的东北大米 其实就是由日本的质猪米带过去的 其实也是 大家那种黏度 形状 营养成份 那种其实就收成期 大家都有很大的分别 但是怎么也好 就是这个就是大家都在各自 获得了这种粮食之后 去演化了一个自己的粮食文明出来 如何去serve米 如何去做那碗飯 你去吃一个湖北种出来的新米 是很好吃的 你吃一个刚刚种出来的东北大米 是很好吃的 又是 就是说到好吃的 好吃的那种是你不用炒 不用加调味 就这样一碗飯煲出来 就很好吃的 就是那些饭是可以这样的 就是这件事情 我们在香港就比较难试到的 就是你那些真空包装的泰国米 你觉得吃出来的那种饭味 都不是很厉害的 其实都是 都已经是製过磨过 也都是贊义 那好了 那这里要讲回正经故事 那个盗米的文明 你如果譬如说由墓葬到 或者又去一些粮仓的遺跡 一些容器里面 你找到一些穀物流下来 那一点都不奇怪 其中有些古代的墓葬 就很喜欢将一个图的壶 里面入了一些穀物下去 然后发觉竟然是有烧过的痕跡 可能曾经那里做过一个火葬 不管怎样都好 那发觉那个逆葬品里面 就有一些被敲过 烧烤了穀物在那里 那由那里面的炭 你就知道它是多少年前被埋下去的 那这些是其中一种 不准我们发现到那些人 什么时候开始去累积穀物的方法 因为其实去吃穀物 大家不要以为这么简单 人类会吃这些穀物 是很早很早的 原始人都懂得吃这些穀物 但是怎样去将它纯化到你 将它大规模耕作 大规模收集 是一定要一个 整个社会的分工很仔细 才会开始有这件事情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有一种稻米耕作 就成为一种文明呢 因为如果那个部落社会 还是去暴力採集 男人去打猎女人去摘生果的时候 他们那种耕作种米的方法 就纯粹就是说 那些这样的穀物吃完 就将它丢去一边 让它自己生隔几个月回来再集回 那就算了 那就当中了东西了 就不会中间有什么打你 中间有没有被人吃了 什么时候回来又可以收成 不会怎么回来看 就尽量将它放在一个指定地方 希望博下市回来而找到 直到你稳定地去住宅 在一个地方去收集这些种子去耕种 而且很值得的就是说 对于很多的植物都是这样的 如果你说是古代的西瓜 古代的粟米 其实没有什么肉吃的 完全跟我们现在吃的东西是不同的 是的 你只是说大家小时候吃的香蕉 大家小时候吃的苹果 其实种子有些不同的 现在很容易吃到很大粒 有超甜的 有多汁的 木核的东西 其实都是经历了农业的 就是那个技术演变出来的结果 以前你去将一些 原本不能吃的东西 没有什么肉的东西 慢慢去找一些比较多肉剩下的东西 慢慢去草草 变成一些可以有很多 营养价值的农作物 这个东西 是需要一个 存成很久的一个熟化的过程 那稻米也是一样的 那稻米就 一个其中很重要的演变就是说 它的熟化过程就是说 原本一些原始的稻米 它结出来的那粒子 它就会自动地去洒在它周围的环境那裡 就是那条和桿 里面那些米一熟了 就会周围吞的了 甚至乎大家小时候可能看过一些植物 那些种子 自动地就会将种子弹走 看教育电视也看到的 但是呢 如果那些你要吃的米 它是这样的时候 都挺麻烦的 那些植物都有一段时间去植物了 如果它周围灑了之后 都掉下去 你要慢慢去植物 慢慢去植物 慢慢去植物中间有些就浸坏了 就是那些质量 就是参差不齐 那就不是一个那么容易 被採集到回来的糧食了 所以呢 它们就会专闭选一些 就是古代的人类的智慧 就算未认成文明 那些原始人 它们累積下来的智慧 就是说 尽量选一些 成熟了 都还是留在框上面的 那些 的稻米的品种 来传流下去继续监中 我顶多熟了之后呢 我就将它整条框拿下来 自己慢慢打 那就是我们就知道 要打谷啊 将这些洞米拼出来的那个动作 但是在他们那个年代 你有那种叫做 就是打谷的概念的时候 它们怎样呢 它们就会需要 将一个已经做得成熟了 那个洞米和港呢 就去找自己发明一些小的器具 将它打开 然后将那些米粒 由那个框上自己刮下来 那于是乎呢 大家想到的话 如果要这样一条刮的话呢 那件工具呢 不会很大件 可能纯粹就是一只手 去拿到一块小石头 将那小石头其中一边呢 是刮到它呢 又锋利一些 于是乎就成为一个刮刀 一只手抓住一块小石头 就将那些米粒 将那些菊粒 从和罕那里刮下来 于是乎就人手採集的过程 这个就是初代杜米監众 初代有監众文明的时候 杜米監众很多时候就不是 不是靠这样打谷了 就是靠这样去找 就是叫大家留在家的女人 帮忙把那些菊收下来 慢慢刮下来 然后就整个一根米出来 这样 其实就是这样 在这个这样的 就是这次的研究呢 就是在 那个研究发表就是在 美国的Darkmouth大学 但是研究的学者呢 就是一个华裔的学者 他就在南中国那里 就拿到一些样本来做研究 他就找到呢 在一个考古延长里 找到一些小石头 相信它那个用途 就是拿来将 那个成熟稻米上面的菊粒 刮下来的那块小石头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 整个研究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以前是没有人试过 想这个问题的 那不想的原因就很简单 那么多块石头 我怎么知道你哪块是哪块 你随便撿一块石头 告诉我听 这块就是拿来刮那块稻米的 我告诉他 我拿来捞行都可以了 是不是呢 但是呢 今次我就要讲一下这个方法 也都很欣赏这批研究人员 他们想的那个方法就是说 他们将这些在现场收集到的 就是有耕作 有耕作活动 懷疑有耕作活动 就是在附近撿回来的石头 去做过一个分析 就发觉呢 的而且这块石头 除了是打磨过 拿来去刮东西之外 也都是曾经长时间被人用来 专是拿来去刮到一些籠作物上面 就是你可以想象一条框 它经常在那里这样刮的 那种磨痕呢 其实就可以从个显微镜那里看了出来 就看到有一批这样的工具 似乎是被人刁削过打磨过的工具 有人会说 可能用来切东西而已 如果用来切东西 用途是不同的 就是你可以想象一把刀 如果用来切肉 你是拖刀的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用来做刮刀刮东西 就视乎你刮些什么就留下了什么痕跡了 那当然你去做一些模擬 你自己弄一个石头 自己托一下 把它刮到一条和刀 看看最后出来的刮行是怎样 然后你可不可以重复到 在这些东西身上 那竟然就给他们 就有一个 我觉得挺有趣的发现 就是找到一些 这些这样的碎片 这些证据 就是找到这些被石头刮过的 就是刮过和刀的一些器具的痕迹 就论证 就去尝试论证一下 中国其实可以 那个杜米監作文明的时间 就可以再往前推进 就是现在在说 不是和何流泳 是在说南方中国 南中国 就已经在一万年前 已经有 就是有古代部落耕作的痕迹在那裡 那我就觉得 其实是惊喜的 但是也不会很惊讶 因为如果你想回 就算说南中国香港这些地方 你去葡台岛 都有那些什么摩崖石刻的 就是说有这些 就是有人曾经在那里聚居过 那如果那里有人曾经耕作过 留下了一些痕迹 那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的 就是我觉得有时原来 就是考古在这方面就是 其中有趣的地方就是 你能够找到一个方法去做论证 而且那个东西是一个 完完全全是一个 好像是偵探式的科学来说 那我觉得是 又发现了一些很奇妙的东西 又突破到大家以往的认知 那我觉得很有意义的这件事情 是啊 其实考古学近年已经不是文科 考古学是一个很硬的科学的 就是你读得你不可以不理那些数据分析 不可以不理基因证据 不可以今次来说 你连那些物理上显微的痕迹 你都不可以放过 那这是很了不起的 是啊 更多不要说地质学那些认识 一定要有的 是啊 那我们四节的科学伸指完成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这个科学回忆录 梁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支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节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订阅